哈?黑社會還有什麼好說啊? 著名三妻編劇龍文康參與過電視 電影 舞台劇多過劇盤創作 今次他將香港江湖搬上舞台 三名過氣的江湖大佬出身於轉出惡人的深水埗九江街 見證過去燈紅酒綠聲風血雨 去到近年香港的演變 其實你想想黑社會其實是一種香港幾獨特的文化 而那樣東西也慢慢消失了 以前就是你例如你Disco、做夜場、你做Secure 我去幫忙看場、麻雀館 都會有很多這些需要的職位 但是時代確實是變化了 或者怎樣 這一類的工種其實是真的少了很多 我們以前是所謂的聲色犬馬 好像你連夜總會都有大奸的大型 但是近這十幾年或者什麼 一直都慢慢做不住 其實是做不住 三名男主角一人投身記者 一個就做了警察 另一個生活老闆 舞台上沒有刀光劍影 反而是香港人為賺食的不安 一來叫賺食艱難 供樓的供樓 加租的加租 都是面對很多生活上的壓力 還有大部分人做事都是不開心 要工作就不是很開心 在自覺和不自覺好 透過了這幾個角色 表達了這件事出來 尹食姐這句口頭禪 貫穿香港黑幫的轉變 龍文康說 現時在香港聽到有人撈片 感覺都大大不同 雖然江湖文化再不一樣 但他就希望透過劇場 將香港獨有的古惑仔歷史 用文字保存下來 Eluecover Eluecover